哈喽,哈喽大家好,欢迎你们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叶狗 这个月呢,是我本开频道到现在已经整整一年了 然后呢,这个月是我陷入一个蛮迷茫的一个阶段吧 因为前几个星期我一直在思考自己的人生 我觉得我这一年做的不是特别好 我的频道的增长率啊,还有观看率啊都不是特别的高 所以我好好地仿思了一下自己 我觉得我有很多地方还做的不够好 也想了一下这个频道将来发展的方向 和我比较想做的视频和我想做的内容 我不知道大家会比较喜欢看什么样的内容 所以呢,今天我想开创一个新的板块 这个板块呢,是跟奢侈品包包有关的 因为我自己在做YouTube之前 我曾经在奢侈品行业做了七年的销售 所以我在这一方面还是比较有经验 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些我工作上面的小故事啊 作为一个名牌的销售 具体要符合一些什么样的条件 或者去给你们分享一下一个品牌 他们的材料啊,他们的做工啊 或者任何跟奢侈品行业有关的一些光联的信息吧 如果你们喜欢看这个板块的话 我会一直做下去 如果你们要是觉得这个板块不怎么好看 或者你们对这个板块没什么兴趣的话 你们其实也可以留言告诉我 我就可以尝试去做一些别的你们更有兴趣的题材 所以呢今天这个新板块 第一支视频我想做一个如何购买自己第一支奢侈品包包 因为我觉得很多刚刚出社会的妹妹们 他们可能对购买奢侈品包包还是有一点点迷茫吧 因为我记得我当年购买我自己第一支奢侈品包包的话 跟现在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因为那时候的社会的网络没有那么的发达 然后我们也收不到那么多信息 可以参考别人购买后的使用感啊 或者对这个包包的测评啊 那我们就不要废话 直接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就是怎么样去购买人生中第一支奢侈品包包 今天要说的包包可能看我视频的妹妹们 你们可能都有了 因为都是一些比较入门款 比较经典款的一些包包 不过我觉得我说了这几点 大家在今后想购买新的包包的时候也是可以用的 我给的这些建议只适合像我们这种凡人 买包时需要去考虑的几个问题 对那些没有任何上限预算的小仙女们 这些对你们来说都不是问题 你们爱买什么就买什么想什么时候买就什么时候买 我这支视频对你们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的 所以这个视频只限给房仁的我们 买包的时候第一点要注意的就是它的实用性 它要符合你的生活状态 要符合你的朋友圈 要符合你的工作环境 满足这三点以后 我们去选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包包 这是最理想的 第二点就是预算 我们最好在自己的预算范围内 买到自己最喜欢和最适合自己的一个包 不要超出自己的预算 因为如果超出自己的预算的话 你可能负担会太重 第三点就是品牌选择 尽量选择大的品牌 一线的设施品牌 它大部分的包包都是比较保值的 还有就是材质方面 材质方面的话 如果你们预算高的话 可以考虑买皮的 如果你们预算没那么高的话 可以考虑买方部的 在同一个品牌里 其实他们有一些系列是做的比较好的 有一些系列是做的比较不好的 打个比方Prada家 Prada家的方部的包做的 比他们家的皮的包要好很多 所以我觉得如果买Prada的话 还是买他们家的方部的包更加的值得 另外一个牌子就是做方部做的特别好的 就是LV LV的方部包包真的是非常的耐用 我相信所有用过他们家方部包包的小姐妹们 都应该知道他们家的方部包真的是非常的耐用 我自己的Noverful已经用了十来年了 我觉得它还可以用个十年 还有就是第四点 第四点我给的意见就是 大家尽量买经典款 因为经典款真的是比较保值 除了保值还有一个就是它不容易过时 就是你这支包买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之后拿出来用 它都是那一支包 它永远都不会过时 所以这个包它永远都不会被这个品牌下架 你们也不用担心它会停场 或者它会失去它的保修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们是买第一支奢侈品包包的话 选择一个大的品牌 选择他们家的经典包 很多时候他们家的经典款也是他们家的入门款 所以我觉得价格上面也是比较好接受的 对于刚刚不如社会的小妹妹们来说 买经典款好处就是一劳永逸 不如一通流行 还有它保值 第四点就是如果你不用了 你送给你妈妈 你妈妈会很开心 好吧 这是我妈 我妈经常跟我说 你什么包不用你就拿过来给我吧 我说好好那我就给你用吧 然后她就很开心去用我给她的包包 还有呢我觉得 买人生中第一支奢侈品包包 要避免的几点 第一点也是我觉得所有人都试用的 就是不要跟风买包 跟风这件事情嘛 像我做了七年的销售 我真的看过很多包突然火 然后过一段时间就不火了 然后又火了一个别的包 然后又过一段时间又不火了 或者这只包直接停场了 很多时候一个火的包包 不是因为它长得有多好看 或者市场有多喜欢 是因为很多人去炒作这个包包 会出现两个结果 一个就是这个包包过一段时间 就过一两年它火过后 它不升场了 它停场了 第二可能就是它火了很久 很多很多年 然后它被这个品牌 列入他们的经典系列中 这也是有可能的 就是有这样两个可能 不过大部分的包包 不是说说大部分的包包 都是会走第一条路 就是它过一段时间 品牌又停场了 所以我觉得第一只奢侈品包包 尽量不要跟风买一些包包 还是买一些经典款 比较靠谱 第二点不要做的 就是买一只包回家来供 好吧 就放在那里看 也不敢用它 因为你怕它用坏了 怕它用脏了 这样的情况 那只包你就不要去买 你就去买一只 你舍得用的包 因为一个包的价值在于 你用它多少次 不是在于你把它放在家里供起来 因为供起来没有任何用 你还不如把钱拿去做投资 放在他们装柜看 你想看着生活去看一下 也可以的 就不要去买来 放在家里看了 这几点抓住了 就很容易买到 你自己喜欢的 又能实用的包包了 还有就是 如果还搞不清楚的话 就问自己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这只包买来 是什么时候使用的 使用的场合 还有就是预算 还有就是自己的风格 适合你自己的气质的包包 最后一点 也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这只包包 能满足你什么样的需求 它一定要满足你一些需求 如果它满足不了你任何的需求 那这包包对你来说 就是无用的一只包包 好了以上就是 我想跟你们分享的几点 希望这几点 对你选包的时候有用处 接下来我想给你们介绍 几款就是我自己有的 也是这几个品牌 比较入门的款式的包包 第一个呢就是我 刚才已经说过的 LV的neverful 这款包包呢真是我 这一生都会推的一款包包 因为这只包包真的非常的好用 它使用的场合有很多很多 出去旅行上课 平时通勤上班 如果你们是有带文件夹的话 这个正好可以放文件夹 我觉得是个非常实用的包包 在国内的话可能 不是那么的实用 因为它是没有拉链的 可能有一点点危险 不过在欧洲这边我觉得还好 因为我用它已经用了十多年了 我真的暂时还没有丢过任何东西 所以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包包 先把它放地上 我就是直接扔地上的人 第二款 第二款这款呢是爱马仕的hair bag 这次包包我买了已经很多年了 我一直都没怎么用它 因为之前上班嘛 我不怎么喜欢提包包 就是提在手上的包包 我觉得很累赘 所以我比较喜欢肩背的包 我觉得这样的话 双手空出来的话会比较自在一点 所以这只包 我也是近期才拿出来用的 它还很新 买黑色的原因呢 是因为这个包包是布的 如果我们买浅色的话 它很容易脏 所以我当时正好店里 也只有一个黑色的 我就把它买了 这只包呢 大概也是爱马仕的入门级的一个包包吧 如果你们预算有2000的话 其实可以考虑这只包 因为这只容量也蛮大的 它有挺大的 我里面有东西 还带一个这样的小的布袋子 是可以拆卸下来的 从来没有用过 就直接用在里面了 后面呢 是有带一个这样的拉链的 这边 我一般会把手机放在这里 就不用一直开着吧 它唯一的不好的地方 就是它这个 它这个口是不怎么好扣起来的 它只能这样子 然后要把这两个袋子这样穿过来 所以我觉得它开盒很麻烦 所以我一般就是这样 直接开在那里 我很少会把它关起来 我就直接开在那里 因为反正里面也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东西 我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手机了 我一般就是放在后面 后面因为这边有拉链 它就可以拉起来 这个包包虽然它是布的 不过它制重还蛮重的 个人是那种不太喜欢那种特别重的包包的 所以我也是近期才想到用它的 我觉得爱马仕的皮真的是很多品牌的包包 真的是没有办法超越的 他们家的用料用的真的是非常好 他们的皮用的都是非常好的那种皮 如果你们预算够的话 可以考虑入他们家的这种包 我觉得这款包上班啊 日常出行啊 都是可以用到的 然后它容量也是比较大的一款 最后要介绍的呢 是这款 Shanaya The Walk 这款也是我觉得Shanaya家 比较入门的一款包包 因为他们家的包包价位都比较高嘛 然后这款算是一个皮夹 也可以当背包用 所以我觉得一包两用还是蛮值得 然后虽然它很小 不过它的容量真的是非常大 能放很多很多东西 然后它这边是有一个拉链的 这里可以放现金 然后这里可以放一些发票 我这里有些发票 放口贴 然后呢 这边可以有卡槽 可以把卡放在这里 它就是可以钱包 所以你里面不用再塞一个钱包 你就把它塞了 钱包有东西塞在这里 然后这当中 然后就放个手机 放口红 放个钥匙 就可以直接出门了 是我Shanaya包包当中最实用的一支 所以我也是最推荐的一支 价格也是最便宜的一支 我觉得如果你们想入一支小包的话 可以选择他们家的这支包包 好了 这里就是我自己有的几款 比较入门款的包包 希望你们喜欢这支视频 如果你们觉得这支视频还不错的话 就给我视频点个赞吧 要是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 可以点击这里订阅我的频道 那就谢谢大家今天的观看 我们下次视频再见 拜拜